未来天价学区房即将不复存在 8月1号深圳发布了教育改革的措施 做了三个重要调整 第一是大学区招生 即使住在民校周边也要参与系统派位 能不能上好学校 真的是要看运气了 第二是建立义务教育 学校教师交流制度和改革办学管理模式 通俗一点讲就是 工办学校的老师需要轮杆 长转于各个学校 各学校的软硬件设施也会逐渐平衡 要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第三是推动租房与购房 享受同等待遇的公共服务 也就是诸售同权 未来租房也能上民校 古有孟母商签 今有天价学区房 可见我们国人对下一代的教育有多抗重 但是天价学区房 严重的影响工办教育的公平性 与社会幸福感 在机会公平当中 教育公平就是最大的公平 教育改革会让学区房凉凉吗 评论区留言分享